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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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不如意或是快乐的事情 欢迎到许梦源与我们分享 许梦源是以新古典风呈现 那我们房间是走新古典为主 是走比较让人感觉温馨的风格 我们的双人房有三种 是标准双人房 精致双人房 跟浪漫双人房 三种房型的大小跟感觉都有一点不一样 那私人房的话就只有一种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双女房为主 两个大男人出来住宿 或两个女人出来住宿 譬如说不想睡在一起 就可以分开睡啊 因为这可以打开啊 这个是沙发床喔 这个是普通沙发 这个沙发床 还有譬如说大人带小孩出来住宿 然后很小孩小 就像神经不想住到四人房 那其实两大两小 小孩还小的是刚刚好 房内墙上所挂的拼画 全是小小姐个人的爱好收集拼出 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有另外一个兴趣就是拼图 因为平常有时候没客人的时候蛮无聊的 那就我又很喜欢一些特殊的拼图 所以我想计划要把房间里的画 都改成是拼图画这样子 就有一些特色的拼图 那目前已经完成大概五六幅 就客人都会觉得 蛮新奇的 因为甚至还有那种 星座拼图 是那种夜光的拼图这样 或是一些已经绝版的 像市面上您看不到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拼图 我会照房间不同的风格 去搭配不同的那个感觉 就还蛮有趣的这样子 另外刚学会指甲彩绘的曹小姐 这里也有提供指甲彩绘的服务喔 最近呢我迷上那个指甲彩绘 我觉得还蛮有趣 因为我发现我们百分之大概七十 左右的女生客人手上都有东西 那我自己也爱 像说我手上自己这是自己画的 很可爱吧 然后像说我有学做那个夹片 像都是很可爱的 因为喜欢喵咪 所以就做一个喵咪主题的东西 那就是可以跟客人一起聊这个彩绘之家 然后顺便如果客人喜欢的话 我可以用那种很低的成本价去帮客人做 因为其实我做这个也不是为了赚钱 只是想说给客人有多一个服务 因为有客人在抱怨说 啊来这边都没有地方可以补指甲 因为这边没有人在做这个东西 那我想说好玩 然后可以跟客人聊这样子 不过现在还在业余阶段 因为做的比较慢一点这样子 入住徐梦元 你也可以享用自助餐 最近就是跑去凯撒去跟他们谈 他们的自助餐优惠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 墾丁大街在饭店里面 餐比较好的一个 那今年谈到很好的优惠 像我们假如住宿加早晚餐 晚餐就是他们的凯撒自助餐晚餐 或是他们的中式餐厅的套餐 两个人只要两千次 是非常划算的 那因为一个人本来 你们自己去是要七百八加一成 所以这样还蛮受客人的欢迎的 那我们现在还有就是 退出一些深度的保存旅游 因为其实肯定有很多地方可以玩 但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这边生态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有山有海还有沙漠呢 所以其实试着在着重 说跟客人介绍这些深度旅游 目前正与肯定凯撒 配合推出只要住加晚餐 两人只要2400的优惠价格哦 屏幕杨